新加坡、东南亚的花园城市国家 人口超过五百万 四分之三为华人 包括福建人、潮州人、广东人、海南人等 其中潮州人为新加坡华人人口中的第二大族群 全世界有大约两千五百万的潮州人 在新加坡只有超过五十万个潮州人 占华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是我国的第二大的旗冠族群 新加坡如今的富饶与先进 是当地民众与移民一起艰苦开拓得来 潮州社群也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十九世纪 潮州天灾不断 来自巴异的先辈从张林港出发 坐着红头船来到了新加坡 从事干粮、布料、干蜜、胡椒等贸易 为美好生活艰苦奋斗 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 面对艰辛的环境和未知的未来 Gaginang必须团结互助才能生存与发展 各潮级社团应运而生 1929年当时的橡胶大亨和皇帝大王 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林义顺先生 联合杨钻文、李伟南等潮人代表 发起成立了新加坡潮州八亿会馆 在良好的组织架构下 早期董事齐心协力 带领会馆及本地潮人互相关怀 团结一致 积极融入本地社会 对新加坡的社会公益 教育事业 以及对新加坡宗乡总会 广东会馆等的发起成立 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也丧子情深 捐资顾礼 政绩灾民 修筑房地 进行各种慈善活动 潮州八亿会馆 原来的宗旨跟严谨就是 我们怎么样让八亿顿目相遇 很好的合作 很好的互相照顾 然后就怎么样把我们潮上 很优秀的这种文化 能够弘扬 发扬 广大 在历届会长的带领下 会馆多次举办 包括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在内的国际会议 代表潮社参加新春装艺大游行 促成捷新 开通新加坡直航汕头的航线 建立新媒体平台 将会馆资讯传达到世界各地 会馆的努力为世界潮人 构筑了一个跨国社交网络 它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越发强大 我想历届的会长为新加坡潮州八亿会馆 做了很多贡献 在1981年的时候 那时候在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在创办的时候 新加坡八亿会馆就是一个创办国之地 之后1987年 第四届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也在新加坡主办 那还有2003年第十二届的 也是由我们新加坡八亿会馆主办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争取到 第八届的国际潮青年年会 在新加坡主办 在朝国际化努力的同时 会馆也着手加强组织的年轻化 2001年 会馆成立了新加坡潮州留学生联合会 之后又成立了青年团 热情活泼的年轻潮人 让会馆焕发了青春生机勃勃 我们大家把新放在一起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倒我们的 好 虽然很重要一个很大的活动 我们想团体的力量可以慢慢克服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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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族群就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 海纳板川的一个族群 我们都是非常愿意跟那个优秀的人士 来学习 我们新潮流一直以来 我们有一句口号吧 叫做A home away from home 就是我们我们都觉得说 新潮流是我们潮汕流学生 在新加坡的一个家 感觉到家里人一般的温暖 家里人一般的温暖 对 就是家里人一般的感觉 对 历史翻开新篇章 全球化时代的飞速发展 拉近了世界各地潮人的距离 彼此的心也更加的亲近 2013年郭明忠会长上任 引进更多年轻董事 并带领新的领导层 为会馆筹得大笔运营及活动经费 新加坡潮州八亿会馆与时俱进 提出迈向潮州人大团结的目标 并成立国际事务组 团结世界各地的家里人 携手共进 在向未来奋进之时 潮州八亿会馆也不忘先贤 当潮州先贤舍友建先生的墓碑 被发现后 会馆立即发起并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 追思先贤事迹 重启历史记忆 我是小家王 小友进队六代的老大 那是更当三套鬼魄来的 那感谢当时这个八亿会馆的一个努力 让我对潮州的文化 我祖先的历史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更好的传承发扬潮州文化 2014年潮州八亿会馆 隆重举办三庆活动 将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凝聚在一起 为了加强这个联益跟合作 所以刚好我们第八届的国际潮清 联益联会在新加坡主办 我们为这个活动 也刚好是靠近我们八十五周年庆 我们就把这个八十五周年庆 也放在一起庆祝 然后同时为了这两个重要的庆典 我们也创办了一个潮州捷庆 在一安城的物学路上的一个 三千平米的一个很大的广场 我们做了一个潮州捷庆 引进我们潮上很优秀的文化 就我们的各个地人的由来 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性或者文化的传达 求发展 私创新 在会馆领导层集思营上 大家集思广义 群策群力 为会馆规划更美好的明天 新加坡一个年轻 充满活力的城市 新加坡潮州八亿会馆 犹如这城市中一块强有力的磁铁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潮人 绝对一下我们的卖 和着眼中 伤闭要关于这个季节 你是我们的卖 和着眼中 尤其分钟 我们的拖铁